当地时间25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比什凯克 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李强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重要近邻 今年5月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共同宣布 构建牧林友好 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 为双方关系与合作发展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其方全面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深化政治互信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主线 推动各领域合作 实现更大发展 把终极命运共同体 打造得更加坚固 更具活力 更有时效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扎帕罗夫表示 集中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其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不移支持中方 愿同中方巩固牧林友好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中国中亚合作 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